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TVBS旅游美食节目时尚玩家热播超过十年,日前因自家八点当女兵日记收视开红盘,而把节目吃年一小时,改为晚上十一点播出,不料引来粉丝不满。 而据联合报报道,时尚主持人阿翔,莎莎,巴玉因节目顺言而打到自己同时段节目,由于三人和跟电视台签有不能在同时段接节目的条款,为此三人告假时尚,暂时从节目中消失,其中阿翔和浩子属同经纪公司,考量夏,浩子同进退,等于节目一次吃去四位主持人。 时尚玩家脸书突然宣布改为晚上十一点播出,以引来粉丝不满,而左右爆出阿翔,莎莎,巴玉告假节目,原因在于莎莎跟自己八大WTO姐妹会对打,阿翔跟三立国光帮帮忙对打,巴玉跟卫视一代女王对打,在三人都跟电视台签有不能在同时段接节目的条款下,为此选择告假时尚。 而对于一次吃去三位主持人TVBS表示,目前都已经收到艺人回报,碍于合约,不能出班,消息,但现在就是公司政策,后续看看还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吧。 其中值得讨论的是阿翔跟浩子可说是时尚玩家招拍主持人,之前浩子告假环游世界亦让粉丝哀嚎,才回归近半年,左右传出浩子也要跟阿翔同进退,原因在于两人属同一间经纪公司,因为阿翔打到国光帮帮忙, 必须向节目清长假,虽然浩子没对达到任何节目,不过经纪公司和浩子,都认为应该跟住清长假离开,决定暂时不出外景。 浩角响起暂时不出外景。 资料找,记者赵世勋社,莎莎,左,何巴玉,右,也暂时搞假。 TVBS提供